2月14日,美国武装部队战略司令部司令理查德 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举新的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不准备扩大核武库 也不寻求与俄罗斯等国进行军备竞赛 但又把话题转上中国 他说中国称始终的奋行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但美国无法相信这一点 理查德认为中国的承诺完全站不住脚 运持含服定义不清 与美国定义的首先概念不一样 不相信中国的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 是美国制造中国威胁论主要手段之一 并不新鲜 但军方高成跑到参议院将此事公开的纳路话题 好像还是第一次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 美国针对中国的核打击力量发展越来越紧张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即是周年阅兵时 东风系列的导弹让向后 理查德的说法与美国的舆论节一唱一和 他们早就在强烈地呼吁中国政府发布一份 英文版的绝部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 这样他们才能够正确地了解质疑 哪怕是法文版的也行 中国有这个必要去正式地发布英文版的承诺吗 汉语是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 美国你爱懂不懂 谁经过美国政府为了本国的文件再发表个中文版 双国的谈判协议双语定稿是情理之事 中国的核武器政策是单方面的宣布 愿意信就信 不愿意信就不强求 六十年代原子弹爆炸成功后 中国在各个时期都重复着这一声明 全世界为什么偏偏只有美国表示不相信 美国军方这样折腾到烂人怀疑 你是不是想先给中国来一个 不然你纠结这些事情干什么 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怎么理解 一你先把核武器扔在我的领土上 我再用核武器打到你家里 二世界大战 各节的盟友不管你是不是打到我 如果盟友被核爆 我也要用核武器来毁进 上常规的武器先打一轮 再大杀气上场 一般理解都是第一条 但中国声明中使用的定义 美国也认为不清晰 如果美国核武器进入了对中国发射状态 中国是否就可以判定美国首先使用了核武器 如果是那么中国的核武器 很可能先包邮到美国本土 心里有鬼的冷 才会把这些明明白白 承诺琢磨得非常复杂 终想得到一万个万无一失的保证 问题是美国自己连这样的承诺都没有 却还惦记着什么英文版 按理说美国核武器纯量是中国的几百倍 根本不用担心失去核报复能力 反而是何苦远不如美国的中国要提心吊胆 那美国为什么心里有鬼 核武器除了在政治上确立大国地位 还有三个具体作用 一 摧毁敌方核心城市打断补给线 二 摧毁敌方的海陆常规军事力量 三 摧毁敌方的核力量 最难的是第三条 因为双方都是以最严密的手段进行保护 或路上空中保护持动的段态 或潜于水下值班待命 只要中国确保核报复能力 那么美国遭到一和二的打击都会变成现实 更何况中国核打击的能力在不断提高 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经不起考验 中国的军事理论是积极防御战略 不称霸不搞军事扩张 十九大也重申了毫不动摇的坚持 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是与这个思想是相符合的 而美国奋行的是先发智能的战略思想 所以从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那一天开始 美国就落下了心病 官方正式地提出质疑是在2006年 当时是美中经济安全观察委员会主席 沃哲尔写了一份中国核力量报告 专门分析二炮部队发展 并得出中国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可信的恶意结论 2007年8月27日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施卡尔顿来北京访问 专门败回了二炮司令员 得到的回应 仍然是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施卡尔顿回去 美国判断积极防御 就是先发智能理论 二炮已经成为了海陆空联合打击体系 能够让美国遭到无法承受的损失 美国认为积极的防御 理论是解放军的作战理论 一旦二炮认为中国将遭到敌人 任意等级的核武器攻击 决策成在收到警报后 马上会打破承诺的约束 做出积极的反应 因为对手已经首先使用了核武器 沃哲尔的报告里 还有论据来证明他的判断 中国对印度智慧反击仗 和中国对越南的智慧反击仗 这不就是积极的防御理论的实践效果吗 为了证明自己的报告 美国军事理论节 甚至闷上了双眼 他看不到这些边境战争之前 都是对方国家一而再 再而三地挑衅中国 侵犯中国领土 中国从来没有先开第一枪 但卧者他们得到的结论是 中国积极的防御理论 在暗示要先发制了 从2006年开始 美国在这条战略误判的道路上 越走越勇 当时 还有吵得沸沸扬扬 中国导弹 打美国的航母的文章 甚至将中国的太空发展计划 也是为了不遵守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证明 如反卫星试验 现在美国再次操作此事 一来 把中国与中导条约扩大板 挂钩做舆论铺垫 二来 是美国战略司令部 想从国会骗钱 特朗普失毁了中导条约后 直接地将矛头对中了中国 美国认为30多年来 中国的中程导弹发展迅闻 成了中导条约最大受益国 因此 中国应该参加新的条约谈判 企图以此约束中国 华春莹去年多次明确表态 中国对参加中导条约多边化谈判 绝无兴趣 他还问美国 美国是打算把自己的核力量 谈到中国的水平 还是要把中国的核力量 谈到美国的水平 如果中国真要是参加条约多边化谈判 那么这次美国就不会炒作 不相信中国 绝不丑心地使用核武器承诺的 一本正经的闹局 美国已经靠忽悠得成过一次 90年代世界上前三名的核力量是 美国俄罗斯乌克兰 1993年 乌克兰放弃了从苏联继承下来的 1600个核弹头 战备值班的核导弹全部拆除 得到的是几个大国的一张安全保证书 和28亿美元的援助 乌克兰相信民主才是最有力量的保护省 恭喜乌克兰彻底民主了 美国又想来忽悠中国 所谓要中国解释清楚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 其实就是要中国给美国单独地写一份保证书 下一步就是要你放弃核武器了 中国的亲美分子到时会马上地行动起来 还有什么力量比民主更强大呢 核武器耗费巨大 劳民山财 道德绑架什么话都说得出来 而美国拥有核力量 那是为了世界和平 没有美国不知世界会乱成什么样子 这种话还听得少吗 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承诺 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大国 中国还有两个原则 一绝不对无核的国家进行核威胁 二绝不会对无核的国家进行核打击 这两条跟美国没关系 他就盯着你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一条 因为这是关他的身家性命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中国说了五十多年 美国现在才回归未来 以前干嘛去了 因为以前他真的不相信 你出手的速度比他快 做贼心虚才会越想越害怕 承诺就摆在这里 自己中文水平不好可以补习 要是心歪了那不是中国的事情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中国不玩文字游戏 大家不用怕 只有玩惯了文字游戏 把国际契约当手指的国家才会怕 等这波疫情过去 东风快递的服务会越来越快 有需要的包你满意 可是这边继续对于 从这边进行写的 行为的 电站内 肯定是在阳 坚定是感写的 带的 也直接 这边 优优独播 我们 大家 感谢观看